Kamala Harris被问到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美国南方边境乱成一团 结果他的回应却是 我们的边境很安全 全部都在掌握之中 听起来很糟糕 但是他说的其实都是事实 什么意思 今天来讨论一下 拉斯维加斯一间保守派的报社 里面有一个记者 上个星期在自己家门口被刀捅死 杀人犯是一名民主党的政客 结果拉斯维加斯的政府发出声明说 这个杀人嫌疑犯 就算被逮捕 起诉拒绝保释 都还是可以继续上班继续领薪水 我们的政府到底腐败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杀人会是合法的 难道这还不是特权吗 那什么才叫真正的特权 就是你的行为高过于法律 法律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思 你可以强盗偷盗开车撞死人 甚至吸毒杀人都可以不用进监狱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么愚蠢的事情 结果就真的发生了 这个法案现在在芝加哥 伊利诺义州要被签署成法律 世界上充满着各式各样很惨的新闻 今天就有个好消息 一名17岁的男生 在自己家里抵御了 三名试图冲进他家里抢劫的歹徒 打死两个一个歹徒 甲着尾巴逃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枪支是这么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好人 我们不选择什么时候被攻击 我们就要随时准备好保护自己 这是所有动物都有的天赐人权 但是只有人对于自我防御是被剥夺的 自我防御在人类社会里 不是一个天赋人权 而是美国人独特有的特权 那这个很奇怪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美国人才更应该珍惜 我是Ev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NBC是一个左派的大成功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是 没有 有没有议题是连左派都受不了的 连他们都现在发现就是 这样下去不行的呢 当然有 NBC的主播Chuck Todd 问我们的副总统Kamala Harris 我们的边境问题现在到底是怎样 非法移民 毒品泛滥到底是怎样 很少看到左派的人 逼着左派的领导人回应任何东西 不过光看到这个新闻片段 就可以知道 现在情况到底有多糟糕 连Chuck Todd都在逼问 要一个答案 连NBC都不愿意接受 我们政府给的答案 但是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们的政府逼着我们 一定要无条件的接受 他们的说法 就算内容完全不合理 我们在台湾 想问你关注线 你会叫线线安全吗 我认为 我认为 没有问题 我们必须要做 我认为 可以听出来吗 那个主持人内心的挣扎 我好想要相信这位副总统 我们左派的 Mary Mandarine 抹大拉的玛丽亚 拜托Karlene Harris 我想要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我想要相信你啊 但是 就三百万人在那个地方乱跑耶 拜托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好不好 但是在这边我必须帮Karlene Harris说话 她说的并不完全是假话 并不完全是胡扯 很明显的我们的边境 简直就跟完全开放给非法移民一样 很明显我们的美国的法律 基本上是参考用 但是他在interview上面说的是没有错的 我们的边境的确是secured 有保障 有保护措施的 换句话说是很安全的 美国政府很厉害 如果他们想要的话 他们基本上可以调查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当然边境也是这个样子 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在边境发生的事情 是谁非法移民 是谁在做坏事 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 甚至是直接跟美国边境警察自首 有些是被抓进边境管理局的 但是我们的政府就把他们放出来了 放到美国的国内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非法移民 是搭着政府的飞机 政府的巴士到共和党控制的州的 那这些都是联邦政府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 拜登对于边境完全失去控制 边境问题全面崩溃 现在的问题是 拜登政府对于美国的边境 有完全的控制 却是使用这个控制权 来让更多非法移民 非法的进入美国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样子 对民主党未来的选举会有帮助 如果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很无能 无知 他们真的是没办法把我们的边境搞好 又真的有非常大的漏洞在那个地方的话 还好一点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更糟糕的 现在美国会有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 全部都是他们刻意 蓄意 有计划而造成的灾难 这个 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Kamara Harris 这个样子的反应 其实是非常真实的 这个就是 所有真正的独裁者 最常有的反应 大家都知道就是 人皆生而平等 这个想法 是非常新颖的 自由这个概念 也是非常创新的 在人类历史上 人会想要得到权利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 他们可以控制法律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不只是他们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认为 我们可以使用法律 创造法律 来压迫其他人 而从中间得到自己的快感 压迫人的快感 对于人类大脑来说 是非常爽的 因为就连杀人都可以不用负责 内华达州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是一个在Las Vegas 一间保守派的报社里 里面有一位记者 长年以来都写一名 关于民主党的公共管理员 这个管理员的名字 叫做Robert Telly 这名保守记者 上个星期 在自己家门口被暗杀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新闻报道 这位警察 有关于民主党的公共管理员 这位警察 在网友 里面有关于民主党的公共管理员 ROWERT TELLUS IS IN CUSTODY ON SUSPICION OF MURDER. AUTHORITIES CONFIRMED THEY MADE AN ARREST BUT DID NOT IMMEDIATELY NAME A SUSPECT. THE OFFICIAL, TELLUS, LOST A PRIMARY RACE IN JUNE AFTER A SERIES OF UNFLATTERING ARTICLES BY GEARMAN, REPORTED ACCUSATIONS OF RUNNING A HOSTILE WORK ENVIRONMENT AND HAVING AN IN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WITH A STAFF MEMBER. ALLEGATIONS TELLUS REPEATEDLY DENIED. THE ARREST COMES JUST HOURS AFTER POLICE SEARCHED TELLUS' HOME IN A BIZARRE MOMENT AFTER THE INITIAL SEARCH WAS CONCLUDED, TELLUS SHOWED UP AT HIS HOUSE WEARING A WHITE HAZMAT SUIT. POLICE LATER RETURNED IN FULL TACTICAL GEAR AND TELLUS WAS WHEELLED OUT ON A STRETCHER AND PLACED IN AN AMBULANCE. EARLIER THIS WEEK POLICE RELEASED THIS VIDEO OF A MAN IN A STRAW HAT GLOVES AND AN ORANGE SHIRT WHO WAS SEEN NEAR THE CRIME SCENE. THEY ALSO RELEASED A PHOTO OF A RED GMC UConn SEEN IN THE AREA. ON WEDNESDAY A SIMILAR VEHICLE WAS TOWED AWAY FROM TELLUS' DRIVEWAY. 沒錯,一個保守派的記者 因為長期以來寫關於某位在 拉斯維加斯城市工作的民主黨 公共管理員,導致他的初選選輸了 結果這個官員就不知道是親自去 還是派人去把這名記者用刀捅死 照道理說暗殺政敵,暗殺記者這種事 是只有在極權國家才會發生的 因為在那樣的國家裡面 貴族有權利,人民有義務 法律是在貴族之下 法律是用來管理人民的 人民沒有自由,只能被壓迫 那樣子的國家裡面 沒有所謂的人皆生而平等 平等只是一個口號 自由只是一個想像 這個就是現在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當然這個新聞如果就停在這邊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好討論的 這個人也被抓起來了,也被起訴了 現在也在調查當中 要查個水落石出,確定這個人就是殺人犯 或者是教唆殺人 把他繩之以法 不過這裡出了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因為殺人罪被起訴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一定會失去工作,失去地位 這個是對於公司的保護 也是對於公司形象的保護 那麼政府呢 政府要不要讓這樣子的政府官員 繼續工作 根據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的報導 Claude County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這個就是Las Vegas 2020選舉舞弊最嚴重的那個區 公共管理員 Robert Telly 上個星期遭拒絕保釋 因為持刀殺死的 Jeff German被起訴 但是當他在監獄裡等候審判的時候 Claude County的首席官員說 他還是會繼續領薪水 他跟紐約郵報的記者說 他現在是個民選官員 所以在監獄裡 還是會繼續領薪水 繼續上班 報導上說 選民可以有權利使用罷免權來罷免他 但是必須要收集 10萬個當地居民的簽名才行 Yeah Robert Tellys的DNA 在謀殺現場被找到 被抓起來 被起訴 但是 他還是可以持有他的職位 還是可以繼續的領薪水 這裡可以想像一下 有多少的人被謀殺罪起訴了 之後還可以繼續在原本的職位工作的 當然 我絕對非常贊同美國憲法的審理方式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直到證明這個人有罪以前 他都是無罪的 但是 同樣的審判方式 有在保守派的人身上發生嗎 1月6號的人 在國會裡走一圈 就說是要叛國 Steve Bannon 在自己的Podcast上面說幾句話 就說是要引發暴動 父母只是教小孩說 不要變性 就被說成是 國內恐怖分子 如果各位還沒有發現的話 我們真的就是在往極權政府的方向前進 而政府如果沒有管理的話 就是會朝著極權的方向走 因為這是人的天心 人會使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創造出更能得到權力的模式 包括擴張犯罪 以下這個新聞 如果不能說服你現在去買一把槍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邊境一團亂 歡迎看我們接下來的新聞 這個真的是證明了你的安全是你家的事的一個報導 特別是如果你跟我一樣住在一個政府在乎覺醒文化多過於民眾安全的地方 民主黨控制的州 伊利諾伊州簽訂了新的法律 例如蓄意破壞 搶劫強盜仇恨犯罪 蓄意酒駕 開車撞死人 吸毒殺人 所有關於毒品的犯罪 包括運送以及買賣芬太尼 不管犯罪的嚴重性 都不可以強制的扣押犯人 除非有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說 這些人有嚴重逃跑的可能性 這個法案還叫做 安全法案 我是打從心裡的 不了解剛剛敘述的那些 哪一項是安全的 這個法案就是直接在告訴那些罪犯說 你可以犯任何的罪 而且絕對不會被逮捕 各位要記得伊利諾伊州 是全美國槍支管理最嚴苛的 大概第八名 這個州 邊把犯人放出來 邊告訴犯人說 你可以繼續犯罪 而且不用負責 在這邊跟民眾說 把你搶出來 這個樣子你們就變得更安全 然後再跟那些罪犯說 放心吧 你們就去做你們想做的事吧 你們不會被抓 不會被起訴 完全不會被關 我完全不懂 為什麼還會有人 投票給民主黨政治人物 他們說的很好聽 為了小孩 為了學校 為了綠能 通過這些法案 黑人就會投票給他們 少數族裔就會投票給他們 但是如果說你要他們投票 來增加學校的防範措施 或者是把學校 真的變成一個學校 而不是左派洗腦中心 讓這些小孩真的可以學到 有用的技能 讓他們長大之後 可以找到工作 不但能提供這個社會服務 而且還可以有能力 賺到足夠的錢 來養活一個家 不用去外面犯罪的話 簡直就是要這些民主黨的政治人物 他們的命 與其這樣做 他們反而想要通過這樣的法案 讓這些罪犯可以在大街上 繼續犯罪 自由的犯罪 然後期待他們會出庭 因為同一個法案 當罪犯不出庭時 法官將無法簽訂拘捕令 法院必須再度發出通知 讓嫌犯了解他下一次的出庭日 直到雙方都了解出庭日的時間跟日期 嫌犯還是不出庭時 法官才能發布拘捕令 你可以說這個很蠢 很智障 怎麼會有這種事啊 這個並不是一個陰謀論 這個就是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他們想要這個社會變得越亂越好 治安變得越差越好 而且奪取守法公民 保護自己的能力 一個好的社會 他們就無法騙取選票 所以他們才要創造出一個 硬態的社會 這邊可以看到 與其當一個守法的公民 透過合法的方式 在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下 經過正當訓練而持有槍支 還不如當一個職業罪犯 當職業罪犯 他們還不會起訴你 逮捕你 但是當你是一個合法持槍的 經過政府的正當程序 他們反而會找聯邦的警察來騷擾你 逮捕你說你是國內恐怖分子 因為政府想要迫害你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想要殺雞儆猴 讓其他守法的公民 都不敢做明明是合法的事情 左派就是想要用罪犯 來控制守法的公民 只要這些罪犯攻擊的不是政府 他們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們在做的同時 其實也是在幫助政府 來奪取更多的權力 事實上就是 保護我們並不是政府的責任 而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警察只有在案發之後 才會出現調查 如果有很多警察 的確是會有嚇阻壞人犯罪的可能 但是絕大多數的時候 警察並不在我們身邊 身為保守派的我們 也不希望警察一直跟在我們身邊 監視我們 因為我們是自由的 我們是自主的 這邊分享一個好消息給大家 很多人說我們的頻道太黑暗 因為我們老是說一些 令人很沮喪的新聞 因為我們不說 左派完蛋啦 川普要回來啦 耶穌掌權 哈利路亞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只要跟著這個龐培奧 跟著Q就好了 因為我們比較務實 我們知道神做事都是跟人一起做 我們如果要翻轉我們的時代的話 我們就必須付出努力 我們就必須付出 我們就必須犧牲 今天就給大家一個非常棒的新聞 因為我們有義務要來保護我們自己 跟我們自己的家庭 然後最後一個第三個 就離開了 我們說他離開了 我們說他離開了 暗色的四-door sedan 警察說 沒有人在家庭 有一個觀眾建議我們 要多講講 在美國持槍保護自己 擊退歹徒的新聞 我完全同意 因為如果我們看新聞的話 我們就會認為說 在美國使用槍支 來保護自己 來自我防衛 好像是從來沒發生過的 我們的政府跟新聞媒體 只會每次把那種 用槍來做壞事的新聞播出來 因為他們的目的 是要來奪取權 最先要奪取的就是 你保護你自己 跟自己家人的能力 事實上 在美國每一年 都有五十萬到一百萬的 使用槍支 來自我防衛的案件 但是這些東西 不會爆在新聞上 因為這是他們的議程 在美國有個法律 叫做castle doctrine 堡壘原則 或者是承保法 就是說 如果你在你的私有領地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你的武器 來自我防衛 你不需要逃跑 不需要離開 這照道理說 應該是一個基本常識 基本權利 但是 美國很多州 卻要被寫成法律 各位可以想想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 所有執政者 都想要侵犯你的私有權 跟私有財產權 例如在加拿大 他們就沒有這樣子的法律 他們使用槍支自衛的話 就會有一堆律師問你說 呃這個是必要的嗎 他偷你的電視 電腦 保險庫 你太太的婚戒 你就可以殺死他嗎 他只是 試圖要強暴你的女兒啊 並沒有真的 付出行動啊 還沒有進去啊 他有必要要死嗎 他說不定只是很窮啊 你有必要開槍嗎 你有必要拿槍嚇人嗎 打擊犯罪是警察的事吧 你持槍就可以使用嗎 因為政客還有網路上的正義魔人 都會使用這樣子腦殘的模式 來扭曲事實 所以在美國才有憲法第二修正案 所以美國才有很多的州 把堡壘法則寫在州的憲法裡面 等於說我們美國人在美國 是有特權的 這不是很棒嗎 No Not really 這個想法其實是非常愚蠢的 因為保護我們自己不該是個特權 特別是你在你自己家裡 全世界只有那個地方 是你最安全的避風港 完全屬於你的地方 你就是應該在那個地方 有權利保護你跟你的家庭才對 但是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政治人物 反對槍支的政府部門 ATF啊這些 每天就想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來奪取我們能保護我們自己的能力 他們從來不會提起 美國每年都發生將近一百萬起 用槍自我防禦的案例 他們只會說槍支泛濫 學校槍擊案幫派火拼之類的東西 然後說我們不是要奪取槍支啊 我們只是要合理的槍支管理而已 但是他們做出來的槍支管理法律 都只是把合法守法的公民的槍支奪取 或者讓槍支更難被合法守法的公民取得 因為殺人本來就是犯法的 強盜本來就是犯法的 有前科的有精神疾病的人 原本就不可能購買槍支 這些本來就都已經是法律了 甚至是常識 也就是說如果這些法律有用的話 我們現在的社會應該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但事實就是 現在左派推行的所有法律 一點用處都沒有 不只是槍支管理沒有用 包括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邊境管理 色情行業 毒品 教育失敗 流浪漢 治安 各式各樣左派的法案 目的都不是要解決任何東西 全部都只是要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動盪 變得更糟糕 目的只是為了創造一個屬於世界的政府 更奴役人民 讓人民全部都失去自由 跟思想的能力而已 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有原罪 不是因為這些人天生特別壞 而是我們人 就是會為了權力而變得更腐敗 有幾個牧師在私下跟我講說 不要在節目上推廣持槍權 不要推廣基督徒去持槍 我不同意 而且可以說是完全反對 但是某層面上他們說的是沒錯的 我們要打倒的 並不是那些人 我們要打倒的是人心中的撒旦 而唯一對撒旦的攻擊有效的 就是福音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繼續的傳福音 不斷的傳福音 而且把正確的價值觀傳達出去 但是就跟耶穌在路加福音跟我們說的一樣 要拿兩把刀 我們要有能力保護自己 要有能力來守護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家人的生命 這個樣子我們才可以繼續的傳福音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過去兩年因為防疫的緣故 不單大型活動被迫取消 教會的聚會也轉到往上進行 最近由於疫情開始放緩 教會也陸續恢復聚會 這正是傳福音及鼓舞弟兄姊妹 重新回到神家的良機 是逢南加州腳聲步道會30週年請 腳聲將於9月10號星期六下午3點半 在洛杉磯台服基督教會 以及9月24號晚上7點在國際大使命教會 呈現一出以反映現實為題材的 音樂話劇步道會 除了舞台劇 這次聚會還包括音樂和敬拜 由葉郭立香牧師指導的水仙合唱團 也將在聚會中現場 千萬不要錯過最後兩場壓軸好戲 讓我們一起在步道的事工上重新出發 一起參與後疫情時代的福音行動 Jetc I I I